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强文要被邀请参加三星在韩国举办的新产品发布会 宣传三星的新款折叠手机了 但在活动结束后 因为使用了iPhone手机分享的活动照片 而引发了韩网的热议 在7月26号下午举行的发布会 强文要与美国知名演员西德尼斯·云尼坐在一起 两个人使用三星新款智能折叠手机的外部摄像头自拍 并将照片装饰在外部屏幕上 向全世界展示了Galaxy G-Play 5增大的外部屏幕 之后西德尼斯·云尼在IG分享了与强文娘使用三星手机拍摄的照片 而强文娘也在自己的IG线动转发了这张照片 并使用了黑色爱心符号 但有网友们发现 该爱心符号不是3D手机上的表情符号 而是iPhone手机上的 结果就有很多网友们指责强文娘 要用iPhone就不应该发布这些照片 被邀请到三星活动却给iPhone打广告了 参加活动应该收取了相当的费用 这样做不会违反了合约吗 如果在iPhone活动上使用三星手机分享照片的话 苹果也不会坐视不管吧 应该要更加谨慎 不管有没有代言三星 三星是为了宣传邀请它的 它却用iPhone分享照片 在商务关系上确实是很失礼的行为 三星知道了 应该会很不高兴吧 我们来看一下大部分网友们的反应 研究那个爱心是不是三星手机的 就已经很阴险没大脑了 而且它也没有代言三星 酸民们真的太恶心了 三星亲自在我娘的IG底下留言点赞了 只有酸民们在神经病 强妄娘参加活动回来后 在IG一直发布相关照片 与粉丝聊天的时候 也一直宣传三星新手机 再怎么说黑粉没什么脑袋 但这次这个也太傻逼了 天再怎么热 酸民们也要提起精神 不要中暑了 看它的话就觉得 人太红也会很辛苦的 什么样的垃圾都会粘在身上 一心只想拉下它 所以说人红事费多 酸民无脑多 对了 这次Stash娱乐向美国法院申请 要求YouTube提供一个 无脑黑粉的个人资料 结果成功拿到了 所以 华语圈的黑粉们酸民们 好自为之 自生自灭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spark Karina挑选的 四代最爱女爱的 Karina与粉丝直播的时候 说出了自己的四代最爱女爱的 都有谁呢 都是六脚型女爱的 跟我喜欢的风格都一样QQ Karina应该自己是很强烈的长相 所以比较喜欢可爱的狗狗像 四个人有共同点 都很漂亮又有实力 Karina的取向很明显 四个人都是对内最纯的狗狗像 所以 大家在这些女团中的最爱 是哪些成员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SNS的正能量 一位爷爷在公司的社群网站上 上传了这样的照片 我是地下铁配送员 公司说 如果能获得一万个赞 就会送我跟我老婆去激州岛旅游 年轻人们请多多帮忙 过了几天 谢谢年轻人们 公司遵守约定 决定送我们去激州岛了 回来后我会上传消息的 公司会负担所有费用 谢谢年轻人们 因为大家的67万个点赞 到达了激州岛 接下来的三天两夜 会好好旅游的 爷爷 怎么办 一看就哽咽了 当然以为是会跟奶奶一起笑着拍照呢 看最后一张 爆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